大家好 我是Stan 今天我們來看一下最近一周 韓國網友們關注的幾件事情 Tiara-吉恩宣布結婚 今天吉恩突然宣布了 將要與韓國棒球選手黃建勇結婚的消息 吉恩在IG上傳手寫信表示 在去年透過朋友介紹認識了現在的男朋友 將會在今年冬天舉行結婚 哇 瘋了 完全沒有想像過的組合 吉恩竟然已經要結婚了 可可 恭喜 恭喜 要幸福 吉恩也發生過很多不好的事情 現在遇到了很好的人 所以很高興 一定要幸福的生活 哇 這樣的話 今年發表將要結婚的Tiara成員們 都是與運動選手結婚 Tiara永遠都往內吉恩 恭喜 盧卡斯更新IG 去年8月被中韓粉絲爆料吃軟飯劈腿的盧卡斯 昨天突然更新了IG而引起了網友們的熱議 真的臉皮太厚了 強制讓他退團吧 他好像是不想自己退出去 外國粉絲們在留言讓他回歸 真的是太傻眼了 不過引起正義後再次回歸的人 都是從上傳風景話開始可可 現在在韓國 大部分的網友們都是反對盧卡斯的回歸 那麼 華語圈的大家又覺得怎麼樣呢 北京冬奧爭議 關心冬奧或者是K-POP的觀眾們應該都知道 最近因為北京冬奧短道速滑項目中的裁判判決 而在韓國引起了非常大的爭議 因此很多IDOL們也都發生了一些事情 首先是ESPA成員寧寧 前幾天 寧寧在付費粉絲論壇上傳了 聽說今晚得了手機開心 剛剛班主任告訴我 有兩位奧運冠軍師師出同門 每一位運動介兒都值得尊重 雖然寧寧的留言與中韓選手們的比賽沒有關聯 但是現在韓國網友們都覺得裁判判決不公平 情緒都非常不好的情況下 寧寧在粉絲論壇上傳了這些內容 所以遭到了很多韓國網友們的攻擊 不是說不能應援自己的國家 但是最起碼以韓國女團出道在韓國活動的話 明明知道現在韓國國民們是什麼樣的心情 還上傳這樣的內容 不是沒有想法就是看不起韓國人 不要再給別的成員們傷害趕緊退團吧 但是也有這樣的反應 我怎麼覺得寧寧沒有看比賽只是聽別人說後 就沒有惡意的上傳了慶祝天文而已 結果事情就變得這麼大了呢 而除了寧寧之外 中國出身的嘻哈歌手迪阿克也被韓國網友問到 對於這次的短刀速滑賽有什麼看法呢 後回覆了像差一樣的判決 但是根據媒體報導 在這段內容被傳出去後 迪阿克遭到了中國網友們的攻擊 導致關閉了IG 之後迪阿克也在微博發文 我沒有侮辱過一切選手或國家 我只說了裁判的判定方面而已 然後裁判也不是中國人 我到底侮辱了哪個部分 希望你們尊重我的意見 像我尊重你們似的 想取關就取關 想罵我就罵 誤會就誤會 看起來挺有時間打字 沒關係 我只愛我的真正的粉絲 最後就是捧探送人的隊長阿Dem 前幾天阿Dem在IG現實動態上傳了 狂天安選手從內側超越兩位中國選手的片段 並留言了拍手比讚的天文 而收到了部分中國網友們的攻擊 因為捧探成員們的個人IG 有設定留言限制功能 無法留言 所以部分中國網友們就到官方帳號底下留言攻擊 而粉絲們也紛紛到官網留言 紫色愛心力挺阿Dem 然後昨天 狂天安選手拿下金牌後 阿Dem再次上傳了 狂天安選手拿到金牌的截圖後 留言了Respect 不是 韓國歌手不能鼓勵安慰韓國選手嗎 阿Dem根本就沒有說要侮辱誰 只是想要安慰自己國家的選手 到底是哪裡錯了呢 阿Dem 狂天安都是Respect 所以 對於寧寧 提阿克 阿Dem發生的事情 大家覺得怎麼樣呢 阿Dem 合理你 � bills 伯母 坐在一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